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袁塘 野营一直是我所熱愛的活動之一 在台灣著名的高山古博之中 有那麼一處 深藏在山林之中的熱門野营地點 而這次 袁塘將帶著女神 丁曉宇 和我的朋友們 一起來一趟兩天一夜的野營行程 究竟我們會在這邊發生什麼有趣的冒險故事呢 就跟著圓堂我一起出發冒險吧 那我不到鏡頭了啦 各位我們現在到登山口了 時間是九點半 然後我們整裝一下 然後就可以出發了 然後這次跟丁曉宇一起上山 對第一次他很有勇氣 很有勇氣 我心臟很大 怎麼人都敢帶 各位觀眾 現在我們已經在松羅湖的登山口 時間是十點十四分 然後我們這一團呢 有幾個新手 三個 一二三 然後是他們的初體驗 然後我們這次就是天氣也蠻好的 那就帶大家看看松羅湖的美麗 好就這樣 耶 現在就出發登山口 好像不行 出發前進 其實在走松羅湖的話 前面一段都是算平的 然後後面會有點泥膩 然後之後一直到水龍頭營地 才會真正開始走上 那我們就繼續前進 看你的初體驗 感覺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有點害怕 害怕嗎 對 這是我們松羅湖的登山口 那我們今天是 目標是在 1250公尺的松羅湖 走上去 官方時間大概是五個小時 聽說 是 蠻泥泥的 那很多人都會推薦說要 帶雨鞋這樣 那我們就 好 帶大家看一下 很多人來到松羅湖肯定都有一樣的疑問 到底要不要穿雨鞋 其實以元堂來過兩次的經驗 穿登山鞋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當天或前幾天天氣不差 其實地板的泥泥多數都是有踩點可以避開的 當然如果你穿雨鞋相對來說 你行走上面就可以像坦克車一樣 無謂的前進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建議你如果穿登山鞋還是要記得加一個幫腿 這是元堂借我的幫腿 因為我不想穿雨鞋 還好今天的松羅湖 皮巴都很乾 嗯 其實在到水龍頭營地前的路程 都並不是太難 只是在炎熱的夏天 儘管有樹蔭 走起來還是非常的炎熱 好險這群女生都非常的棒 大家仍然是開開心心的 繼續前進 各位 松羅走到大概中段的時候 其實就會出現這種 因為它有點像黏土 就騎很濕潤的土 然後這種比較陡一點的地形 我覺得這也是這邊 算是一個地標 因為我上次來 也是對這個很有印象 那我們就走上去看看 各位 在我們走的2.5K呢 我們就來到了就是 這是最經典可以休息的水龍頭營地了 那為什麼 它叫水龍頭營地呢 因為這邊有一個水龍頭 它是一個水源處 來 剛好 怎麼樣還行嗎 還可以 還可以 水龍頭這邊可以取水 那等一下我就會 要吃泡麵的舉手 是你嗎 你們兩個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就是水龍頭營地 然後這水龍頭 其實它在前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水管 然後就我覺得是一個很方便的設施 那大家很多人都會把 這邊當成一個中繼點 在這邊吃午餐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在這邊取個水 然後呢 煮個泡麵 然後吃一下午餐 非常清涼 很吸水的感覺 很冰涼 來你的來一刻 夠了夠了夠了 那我覺得過了 來一刻你的來一刻打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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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龍浪里吧 現在時間是 12點50 所以 我們吃完飯了 然後現在要離開水龍頭營地 繼續前往松羅湖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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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老外巨子 去過大小吧 就不會累了 完全不會累了 哈哈 我們要成為台灣新吃大小 自己說 猫 貌 燦羽要示範一下我們的熔布 哎唷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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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布衝刺哦 這個熔哦 熔龍在天的熔 熔龍在天的熔龍在的熔龍在天 幹 一直有一隻蜜蜂還是什麼馬芒 追著我跑 好痛喔 完了 台灣世大天王折順 主持 你的腳的狀況如何 都用左腳在走 右腳一定 就是這個蟲啦 一直在那邊一直飛 阿貞首次入山野營 第一次在海蜇洞 第二次在松羅湖 怎麼樣 目前感覺如何 還可以 還不錯 而且向元堂說的就是 其實曬不太到太陽 林蔭比較多 沒錯 繼續前進 繼續前進 各位 在松羅湖呢 就是會有一些 需要攀爬的路段 大家就需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其實有些讓你 是黃到花圈 但是 小心就可以通過了 OK 大概從水龍頭營地後的路程 開始逐漸有點挑戰 有些地方落差較大 陡度也提升不少 而且 最惱人的是 沿途不斷騷擾人的牛芒 以及各種不斷攻擊我們眼睛的小蟲 然而 儘管如此 途中 我們能來遇到一對家庭 連小朋友都完成了 我們怎麼能放棄呢 好棒喔 欸 你以後要這樣 阿 你要這樣 加油 也太多蟲在我的鏡頭前面了吧 真的欸 很誇張欸 他幹嘛啊 他讓我坐好緊 在接近松羅湖最後的上坡路段 路程的困難度不斷提升 有些地方甚至需要拉繩通過 喔 這段真的很難欸 但就像人家說的 辛苦過後的果實最甜美 通過這段 離目的地 阿凡達 跟媽媽打招呼 嗨 媽 我在這兒 哈哈 到了 美麗 費盡了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抵達 松羅湖了 各位 很漂亮嗎 松羅溪 丁小雨已經到了 各位觀眾 我們兩個第一個到達 到達松羅湖 很漂亮 現在都沒什麼人欸 松羅湖 位於雪山山脈北邊 是南釋頭溪的源頭 海拔高度約1320公尺 山面環繞著高山峻嶺 位置十分隱密 也因為位於高山山谷中 使得松羅湖經常蒙上一層薄薄的雲霧 有著雲霧繞繞的夢幻仙境感 有人覺得他就像害羞的17歲少女般 不會輕易露面 因此才有了夢幻湖 以及17歲少女之湖的美稱 各位我們現在就是先紮一個天母 然後旁邊的那個霧巾 大概四五點他就會成天小巷 舉凡元堂去過的幾個高山湖國 都有個特色 大概四五點太陽下山前 山上的霧氣就會迅速的籠罩在整個湖面上 所以我也帶著大家快速的紮飲 大家一起同心協力 那種感覺是最棒的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在松羅湖 已經搭好天幕了 然後這個燈啊什麼的 就等晚上弄起來就很漂亮 那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我還特別帶來這個上來 按摩牆這很重要 帶上來 雖然野營不外乎就是要享受嘛 那運動了一天 肌肉也是會痠痛 所以我們就可以拿這個按摩牆來做一些按摩 非常的舒服 等一下我要幫大家按摩 好耶 要再長一點嗎 好 感覺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很有感 我覺得我還可以再爬一趟 還可以再爬一趟 還可以再爬一趟 還可以開玩笑了 有耶 好舒服 有喔 這樣子晚上都不會痠痛了吧 而且你看它的震動 我的肉這樣子 好害羞 你哪有什麼日子 有啊你看你看 那你特寫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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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六十針慢動作 震動起來 腿膜的部分 這蠻好的 就是上山還可以按摩 對啊 你從那邊進去好了 可是你就要背啊 欸不是 這一隻很輕 是喔 超輕的 沒有他根本跟我說 這一隻主打輕量化 因為 因為它就是 其他場還得更重 但是這隻真的很有質感 你是認真 就這樣 不枉我帶了這隻按摩槍上來 每個人都愛不釋手的按了一輪 我常覺得 在山裡面總有種魔力 所有小小的事情 都可以讓我們得到大大的快樂 而說到快樂 還有什麼 比吃到美食更令人滿足的呢 接下來 就交給我們的大廚 燦魚 為大家準備豐盛的晚餐 這次特別選了 高級的牛排 等一下就來看一下 大家吃的反應 等一下我們會把這個牛排 再加入祖傳的醬汁 牛排 這肉完全不會 很嫩 這是比那個服裝白牌的好 需要藍白 以後都要藍色的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你做的更好吃 很好吃 各位我們現在在野營中 然後 拉了一個 有感覺的 這個 網美燈 然後大家就一群人在這邊吃飯 聽著音樂 聊聊天 在松羅湖旁邊 這感覺真的很好 吃完飯後 我們怎麼可能捨得 就這樣去睡覺呢 在我精心佈置的網美燈氛圍下 我們繼續開啟我們的深夜按摩服務 接著 一邊喝酒 一邊在無人的松羅湖邊 瘋狂地玩著超好笑的匕首畫腳 六比 答案 冰 你跳繩 這裡有成本比賽嗎 彈兵再次 酷寒再次 他聽了他聽了 37 背蛇 這太簡單了吧 台飛機的那個 好像那個 星星的那個 還有那個 很多人耶 我現在想了很多人耶 我是打的 我是打的 我要有才華 各位觀眾 對你而言快樂意味著什麼呢 一群人 在荒山野嶺中 笑著 鬧著 看著天邊的星星 直到天明 我想 對我而言 這就是快樂 這 就是我愛上山的原因 天明 時間 五點四四四 從這裡嗎 嗯 你資深 走下面 我們現在還在持續環湖中 我們看看圓堂在做什麼 介紹一下這邊的地形 各位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松茹湖的 算是中間 但其實如果平常湖水多的話 那一整片大家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一整片有一點深色的 就代表它原本是一個湖水 那我在這邊的地方 它算是一個比較高的高地 所以這邊也是大家會非常多人紮硬的地方 那我覺得松茹湖很棒的是 它的腹地非常大 就大家可以選擇不同的地方紮硬 然後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 那我們就繼續走下去看看囉 可是我上次來松茹湖 我並沒有去走環繞的這一圈 但我必須說這個感覺 其實真的很棒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在松茹湖 可以看到我後面的風景超漂亮 我覺得這個算是台灣 這邊算低海拔嗎 但我覺得這個湖算是非常有特色的 首先你要經過翻山越嶺才有辦法到達這邊 然後我覺得我們今天因為是平日 所以是一個包場的狀態 是不是很像仙境各位 等一下讓空拍機帶大家看一下 松茹湖有枯水及保水季之分 每年10月至隔年4月是保水期 水量豐沛湖面倒映著環繞的青山 四周一片綠意盎然 而5至9月則是枯水期 沒有廣闊的湖景 卻更顯原來蜿蜒水道的曲線之美 因為水量減少 讓青苔及水草都探出頭來 更能展現松茹湖這一身綠色的禮服 而這樣的美景 就等著各位觀眾前來尋憂了 圓堂兩次來訪都在枯水期 蜿蜒的河道雖別有一番風味 但如果有機會 我還是會想再來看看風水期的松茹湖 好了不多說了 接下來是我們的早餐時間了 早上我跟阿珍兩個人 環湖一圈後 晨光也逐漸將其他人叫醒 我們煮著熱騰騰的玉米濃湯 搭配法式吐司的濃濃香氣 在松羅湖第二天的早晨 就該如此開始 外加昨晚吃剩的牛排 我說這就是人生 這才是生活 美人配上美美的胡錦 這是身心靈的饗宴 我們現在不見得了 很多人 都在拍照 非常適合 有些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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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花絲 我有花絲 有花絲太好笑了 啊! 拍死了 出來 卡住 卡住 而且這邊有一個幸災任務的人 因為我是第一個 因為我剛剛已經體驗過了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我剛剛拍一個那個塑膠袋 我剛剛為了要去撿那個塑膠袋 我就掀下去了 我等一下掀到這裡耶 我為了要拍你 我的腳也陷下去了 剛剛 我踩下去直接掰掰 那我裡面是濕的嗎 這邊比較濕 這邊很好 去停一停 我轉 馬的破壺傳說 GO 各位我們現在在松羅湖 然後呢一早起來 其實也沒什麼事 最好的事情就是來放鬆啊 不然我們這次在松羅湖是一個 蠻耍廢的行程 那現在我們就是 來做一些 輕膜放鬆的事情 讓只好身邊的人都可以 爽的不要不要 哈哈 哈哈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 各位觀眾 我現在在幫燦魚按摩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在上山的時候有拐到腳 那適當的按摩 因為他拐到的那隻腳 就沒辦法使用嘛 所以他一定會用另外一隻腳去扶住 所以他有些雞群就會 比較需要 就會變得比較疲勞 這時候適當按摩也是會 達到一個一定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幫他做一個 舒緩的動作 OK 鎖起來真的很可愛 大家如果有看過我其他影片 就知道 我們超愛在山上按摩的 有時候覺得 大家彼此互相消除疲勞 也算是一種增進感情的方式 這個人就是圓堂混啊 認出來了 粉絲認出來了 快點圓堂喝上了 我們可以來跟那個趴著的飛舞 對小粉絲在這裡 我先跟他們的耳隔罩 單怒人家 其實 能在山上被觀眾認出來 我是非常開心的 那天的松羅湖 我們在上面耍背了好久好久 直到天空逐漸飄起了綿綿細雨 我們才開始整裝收拾 然後 可以看到 這邊的天氣就是這樣順襲萬片 所以人家才說這邊是十七歲的少女 十而晴 十而晴天 十而就是突然間陰雨綿綿這樣子 那我們有點晚 我們玩到十二點多 還沒下山 那現在準備要下山 大家到最後收拾的準備 然後就準備下山了 說起來 這一次的松羅湖 也算是圓滿結束了 我也很開心 能帶領我周遭的朋友 一個一個跟我上山玩爽 我也真心希望 有更多人喜歡山 喜歡大自然 然後愛上台灣這片美麗的土地 而這次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在下山的過程中 我們遭遇了超級輕盆大雨 大概已經龍燈我最慘下山經驗排名第一名了吧 然後 最後 同時也是最讓我感動的是 我的幾個新手朋友 竟然都沒有任何抱怨 我們完全的展現了野人魂 在滂沱大雨中 結束了這次的行程 我是圓堂 這是我在松羅湖的故事 那下一次 圓堂 又要混哪裡 走走走 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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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記憶度從上面直接流向 我完全看不到路 流爆 看到車基有滿滿的感動而已 哈哈 狼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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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